第四集 这里是狼人TRIBLEQ的直播现场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五晚的八点跟大家准时见面 如果喜欢我们别忘了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八位来自我们艺安音乐社漫画的主人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同样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非常有经验的玩家 一起带我们走进狼人杀的世界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十位我们参赛选手 首先是我们风趣幽默的宇宙大表哥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十毛星星英雄联盟主播宇宙大表哥 很高兴能跟你们一起玩游戏 好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参赛宣言吗 我觉得把这些小帅哥都干掉 我就是最帅的了 哇 你的心有点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二号来自艺安中学六一班的李子勋 哇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了 接下来是我们三号我们非常傲娇可爱的展翼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澳洲的展翼文 你的参赛宣言是什么 参赛宣言 Kerry宣传 Kerry宣传哇 梦想满满啊 好 接下来是我们偶尔失去方向的四号方祥瑞 大家好 我是来自艺安音乐社的方向瑞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呢 主要是带你 好人队走上升 万一你是狼人 万一你是狼人呢 万一你是狼人呢 那就干掉所有好事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五号 一航 美航 傻傻分不清楚的孙一航 喂 你们的掌声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艺安音乐社的孙一航 今天呢 反正无论我在哪一边的阵营 我都会拼尽全力 加油 接下来是我们艺安音乐社的社长大大 欢迎六号 何洛洛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何洛洛 谢谢 我的参赛圈研究室 假如 假如我是狼人 我会干掉所有狼人 啊 啊 对 就是这样 干掉所有狼人 好吧 接下来我们欢迎 Kerry里满满的七号 风小狗 大家好 我是熊猫的主播风小狗 那在这里玩游戏的话 希望大家能就是更多积极的发言吧 然后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就够了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八号著名的风景博主 林默 好 大家好 我叫木木黑土 林默啊 这两个字很好写啊 然后今天我的参赛宣言是 打倒所有坏人干掉所有好人 那还剩下谁我想问 好了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九号现在沉迷于极乐净土的 我们的 十一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一安社的十一 我想提醒一下狼人不要跟我怼哦 小尖言 看他这小眼神 最后我们来欢迎我们 同样是我们一安中学的小可爱了 我们的十号 林嘉浩 这是我弟啊 多多关照啊 这是我弟啊 多多关照啊 大家好 我是一安中学六一班的林嘉浩 我的宣言是 一定要赢 好 一定要赢 等我们一起赏 等我们有生物了 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游戏热情度都是非常高 而且据我了解的话 我们 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啊 应该是第一次尝试玩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游戏 我相信 今天有两位高手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比赛规则 一起来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 分为民和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民 女巫 在城区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了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 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预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预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是狼还是民 当然验出来以后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 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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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刚刚 刚刚那个VCR呢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 我们这个狼人杀的比赛游戏规则了 不过呢 我们这个狼人Trible Q呢 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了 因为我们12期的节目呢 会在最后评选出一个游戏王 每一期的时候 我们也会选出一个单场的游戏王 所以说呢 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录下 录制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几 精彩的这个狼人杀呈现给我们 正在收看直播的这些观众 所以说呢 狼人阵营每获胜一局呢 会积两个积分 那平民阵营呢 如果获胜呢 就会积一个积分 所以说为了自己的这个荣誉 我希望每一个选手都能够全力以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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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当季 我们这一季的游戏王 会获得一份真的真的是非常棒的礼物 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谢谢 我们肯定会期待 一定是我的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会告诉你们 有奖励也会有惩罚 对不对 狼人获胜了 会有积分奖励 那输的队伍有什么惩罚呢 现在我请我们的道具老师 来 让你们感受一下 3 2 1 多数 哇 哇 多数 头发没了 发现 我吹了两个小时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话不多说 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了 第一轮游戏 接下来有请我们 欢乐的道具小哥 把我们的身份盘送上来 我呢 哈哈哈 哎 我感觉这个地板有阵阵 哎 哎 哦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 你们会有3秒钟的时间 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在这3秒钟的时间 你可以看一看对方的表情 也可以观察一下 他们都有哪些小动作 身份都确认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正式的进入游戏 在正式进入游戏之前呢 我还要提醒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了 如果喜欢我们 礼物可以刷起来 关注可以点起来 现在 来 天飞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你可以验人了 昨晚你验的这个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 玩家 死亡 用解药吗 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天亮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警长竞选的环节 请向竞选警长的举手示意告诉我 1号 3号 8号 10号 现在从1号开始发言 1号玩家 这里是一张名机名以上的身份 我不是预言家 然后呢 我上角的目的就很单纯啊 我如果是第一个发言的话呢 我就给厚志威一点压力 因为我觉得上角呢有 1 3 7 10是吧 那3 7 10里面肯定有一个预言家 而且我感觉会有狼 然后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然后我就退水了 过 OK 好 下一位 3号 4号这里来的是一张预言家牌 然后昨天晚上查了18号 8号是一个精水牌 然后 就是 如果 后面如果7号或者10号 如果里面里面有一个预言家的话 对不起 那里面肯定有一个是狼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有请8号 好 我现在我第一局 我要公布我的身份 第一局我是个预言家 当天晚上我查了1号 1号他是个狼人 对不对 你笑容很奇怪 然后你 你挑预言家 对不对 你抛过去 可是你错了 你挑预言家 你抛给我 大错错错 其实我就是一个预言家 你们俩都是狼人 你们信不信 如果今天晚上我死的话 女巫一定要救我 如果她死了 千万不要救她 我话就说到这个地方 我警长这个位置必须给我 他们两个肯定当中 绝对两个人都是狼人 相信我的判断 肯定不行 火腰味满满啊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10号 我现在自爆身份 我是一个村民 我只想用我的实力 带好人们走向胜利 所以说你们 你们都投我吧 真的 我能带你们走向胜利 我只是个普通的村民 OK 小梦想家 接下来我们其他没有上井的 在心底考虑一下 你们准备把这枚 责任重大的井灰交到谁的手上呢 到手5秒之后 举手示意告诉我 5 4 3 2 1 恭喜8号玩家 获得这枚责任重大的井灰 来 有情传递一下 好了 我告诉你 昨晚第一页 我们死去的是6号 来听一听 他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第一轮死掉 就其实蛮可惜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是个猎人 对 那你为什么 你可以发动技能啊 对 我可以发动技能 然后但是我先仰述一下 就是第一轮四个人上井 一 三 八 十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 已经认定8号是井灰 那我们就要相信他 那我们就要相信他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就是第一轮 有两个那个预言家 所以我不能浪费这技能 所以我想带走一个人 可以 对 我发动技能 我带走3号 可以 可以 对 那你 我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真的是 预言家 8号 我觉得8号才是1匹 然后我这里拿的是一个预言家身份 我昨天晚上查8号 他是一个精髓 但是 你要跟我抢预言家身份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村民也可以不得帮我 哦 哦 局势看来有一点点 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请井长来选择一下发言的顺序 这边 是死者 死者的左边还是右边 死者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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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右边 这小迷糊啊 他的左边还是右边 哦 他呀 对 他的 这边站了 哦 好的 有请5号 我觉得吧 可能就是那个 短一文 我觉得他就是刚才 就死了 感觉有点愤怒 我感觉有点像是 这个预言家 但是 现在也 无从得知对吧 然后 我觉得沙河落落的话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是熟人团 哈哈 对 就可能 像什么8号啊 什么 那个 3号啊 4号这些 对 对 过 好 有请4号 呃 我感觉 讲一文可能 就是一个 狼人 因为 他的戏 演的比较像 因为他 那个演的太好了 我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可能3号就是狼人 可能1号也是狼人 2号 我比较伤心 8号 好 有请我们的2号 2号 2号 对 2号 你是神游吗 睡醒了吧 小孩 我 我自己 还没看出来 还没有看出来 你觉得谁像好人 谁像坏人呢 9号 9号 想坏人 9号 想坏人 为什么呢 他看上去比较坏对吧 比较坏 好来 有请我们的1号 1号 1号少人家发样 1号少人家刚才不好意思 把那个号码牌弄错了 然后我这里说一下 在我这块看 就是这一局好人已经雪崩了 因为已经走两个神了 他8号给我发一个茶茶 我在认清自己底牌的情况下 他8号必然是一匹狼 然后走了一个猎人 走了一个真的冤架 现在场上就是女巫 你一定要藏好 就只剩你一个神了 就这一轮我觉得 在目前来看 好人已经雪崩了 这一轮所有的好人 所有的平民 就很简单 赶紧司警辉 看他把警长给谁 就完了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狼 警长干掉 不然好人就已经崩 因为场上只剩一个神了 这是在我这里 不是一个真的冤架 肯定是一个真的冤架 所以这一轮就出发 OK 我们还有机会 女巫藏好 OK 好 接下来10号 我是比较相信8号的 他说他是预言家 我信 他说1号是狼人 我也信 3号肯定是狼人 他演的真的比较像 他演的比较像 如果1号说3号 他是预言家的话 那我怀疑他们两个是同伙 他们两个都是狼人 好 就这样过 9号 我想先问一下2号 为什么说我是坏人 我猜的 这说明我有可能不是坏人 我是一个铁名 我是一个村民 我也相信8号 因为我每次总觉得 展一文他是演技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也相信8号 就先跟着8号 这个预言家的警长节奏走 对 好 我的发言 前面呢 展一文他跟我说 他说他给我发了个金水 他后面他又跟我说 他又给我发了个茶沙 我没发茶沙 对啊 他又说 你这个村民如果要跟我想预言家的话 那你就不用当了 对啊 你在 他就不用当了 你再给我发金水 可是我就是一个人家 你怎么给我发金水 所以你就是个猎人 卖狼人 谢谢啊 你就是跟他一起是同伙 1号昨天晚上我查的是你 你就是个狼人 对不对 没事 不然他相信我 这一局肯定得票1号 小狗哥就看你了 就是这个基本规则还是要有 对吧 这一局呢初一号牌 然后你晚上呢 我帮你留一下警徽留 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然后如果你晚上死了 二号牌是狼人的话呢 你就把警徽给撕掉 如果二号牌是好的呢 你就把警徽给他 这样我们就知道信息了 毕竟你晚上死了 这个警徽的去向呢 不知道 所以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好吧 就是你们认为三号牌是预言家的 小伙伴对吧 你们认三号牌是预言家 张一文 那么三号牌的精髓是谁呢 是不是八号牌 要出八号牌之前 是不是要先出三号牌 因为这个是他验的精髓 连他自己都认八号牌是好人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你们认八号牌是预言家的呢 八号牌是不是比三号身份要高 那是不是出一号查杀 也就是说这八号是出不去的 对吧 你们狼队格式打崩了 而不是好人血崩 是好人大忧好不好 第一天走两狼 猎人呢带走一个汉跳预言家 带走了 然后我们今天出一个查杀牌 然后你去验那张二号牌 如果二号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呢 那我们外主委再推好不好 这个时候不需要其他神跳出来 因为第一天的话 我们死了一个猎人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以后在玩的时候呢 可以第一天尽量地去救人 女巫尽量第一天救人 因为第一天救人的容错率是最高的 就是你救了一个狼人呢 你可以判断他是不是自己自杀 来分析 但是如果你不救人呢 有十分之三的概率 会刀到猎人 或者你自己 你自己又救不了自己 对吧 你又不敢乱读 第一天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或者是杀到这个预言家牌 就很亏 所以尽量救人 你看第一天就已经 让我们少了一个神 但是我们是大忧局 好不好 就是今天先出一号牌 我这里一张平民牌 我铁战边 你八号牌 狼队的格式打崩了 就是也不需要去演了 好不好 然后你去验那张二号牌 然后其他的话 如果二号牌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我觉得可能 九号十号出最后一匹狼吧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看到二号牌 可能有个小动作 在投票的时候 二号牌好像先是 举了一个一号牌 不知道我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 像是先举了个一 但是发现有很多人都举八 所以你改成了八 是不是 可能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所以我觉得你像是一张狼人牌 好不好 这边占八号牌 出这张一号牌 过 好 看来大家的分析 听完了之后 我觉得大家心里已经有了 心目中的狼人人选 现在五秒钟的时间 再考虑清楚 然后一起告诉我答案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一号玩家 有什么话想说呢 就 你们觉得三号是狼 一号是狼是吧 就全场我们就两个狼的 就没有第三匹狼了是吗 就 我觉得吧 首先你们现在是不是有点 就是特别特别的 就只有一个逻辑 你们想一下 就是这个八号 它是不是在演你们 对不对 然后我也没什么说的 我之后觉得挺遗憾的过了 愤然离席 对 关灯关灯关灯 接下来我们的游戏继续 进入第二页 天黑 请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要攻击的玩家 狼人 请闭眼 女巫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预言家 请睁眼 昨晚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昨晚 女巫 昨晚 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女巫 请闭眼 女巫 天亮 昨天晚上呢 很遗憾 我们的五号 以及我们的九号 离开了我们的游戏 五号有一言 其实我就是一个女巫 然后昨天晚上狼人杀了我 但我用了毒药 我带走了九号 我觉得因为就是 他那个演技 拿到狼人牌 他就会 就是会比较结巴 会比较紧张 然后之前 其实二号牌就是随口一说 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 就是比较好 就是突破的一个口 所以我就 就只想二号牌了 就是 而且他解释的时候 也比较结巴就是 这样 条条事到啊 接下来我来打破一下 这个游戏的规则 因为我是法官 九号 你死了之后 有什么话想说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两个另外 两个人死得太快了 真的 有狼吗 不是 主要是第一轮 愿家就查这一只狼 这样就已经特别 对 对 我们这一局是我们的 平民和神明获胜 恭喜你们 没有 没有 是你跟我一个 上不紧的预言家 堆起来了 不是 当时 当时一号玩家说 是七号和十号上紧 但是我就听不懂 七号和十号 里面有个预言家 我就没注意到 八号是个预言家 然后就丢给他 一张金水牌 结果他上紧了 七号没上紧 其实我真的很想问展一文 你当时就是 丢给他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对 我是想的是七号上紧了 肯定不能给七号进水 只能给八号进水 结果七号没上紧 八号上紧了 我觉得这个锅 必须得我背了 就是我看错了 我以为我第一轮 真的是觉得 好像是七号上紧 然后八号给我发啥啥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要崩了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崩了 后面就不好掰了 但是你们狼人 为什么不自爆一个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下次没办 然后还想问一下 洛洛 你就第一下就被刀了 然后感觉 采访一下 来头没有救他 就是第一下就被刀了 然后感觉 我还都没有完剧了 没完 然后就我这样想 一开始我看到就是 他就是展英文 他说他跟那个八号对交演员家 其实我一开始 其实两个都不是很相信 因为他是警长 所以我们只能跟他 然后我就 就不是太相信 他就是展英文是老人 然后我就随便带走 结果后来他 等三号说一样的时候 他就说 就有点过来 就感觉 感觉还有很委屈的那种 然后我就断定他才那个 那最后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真的小的福尔摩师 就凭第六感 二号 就觉得九号是坏人 然后九号 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想法 我真 那好厉害 当时我看齐艺那个 你是要笑一段 那个极乐情谱 我看齐艺 当时的脸都轻了 脸都轻了就 真的 不是 不是 你怎么以为我是 那我就不知道 他不这样了 你 你 这都结巴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表扬一下九号 就是那一轮他找到了女巫很关键 如果不是女巫独队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白天呼隆一轮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要不是他把我给杀了 我就想推这个七号 推七号 就是把七号给跳走 因为七号是 你怎么跳我呢 我是愿家 我前面我就知道 你是八号 不是七号和八 八号 他们本来都有什么嫌疑 我想 可是你不行啊 你说到七号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小狗 就是 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小朋友来玩游戏 感觉怎么样呢 比想象中的要好 比想象中的好 我觉得可能第一局在狼队在配合上 还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处理好 要不然的话可以打得很精彩 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面 可能随便发个八号或者十号 查杀就赌对了 刚好赌到个一元家 对吧 然后就可能胜算就会高很多 而且他们第一天叨到了猎人牌 所以运气一定是很好很好的 说到这儿 我想给一号玩家 还有我们七号玩家 如果给我们这些小朋友 这第一局 就初次接触游戏的话 打个分数 十分的话 你们会给几分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啊 然后听我口令一起告诉我 五 四 三 二 一 八分吧 我觉得第一楼的话 六分吧 六分吧 对 因为我上次他们会越玩越好的 所以说我想把他们的起点 不要定得那么高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进步的 而且会越来越好 那给八分的理由呢 就我觉得首先游戏是具有娱乐性的 对吧 他们的娱乐性我觉得蛮强的 你看三号牌一上来对吧 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一个汗跳的预言家 虽然说发错了 但是他其实是被误导 他以为我 我七号跟十号才是 所以说他其实在主观意识上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所以娱乐性就已经很强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能打八分 就是不用太追求 怎么样的一个技术水平 因为没有到那个 好的 刚刚两个哥哥也在说 游戏嘛开心最重要 小朋友们开不开心 开心 好 那以后不在你边了以后 那现在我就让你们开心一下 刚刚输的狼人剑营准备了啊 三 二 一 开始 我用我了 我还要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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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的锦会还给我 然后我们快乐的道具小哥 可以把我们的身份牌收上去了 好起来 娘一点 娘一点 我跳一个 你跳一个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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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刚刚一局呢我们是一个上帝视角 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将进入更加烧脑的不同视角了 接下来 我们第二局游戏正式开始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哪有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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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是一个画风 怎么一样呢 好紧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道具是什么电影 同样呢 你有三秒钟的时间来 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也可以看一看你小伙伴们的反应 这些喜欢 身份都确认好了吗 那我们进入游戏 先飞 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确认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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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验人 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先亮头 接下来我们进入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 请举手示意告诉我 四号 六号 只有四号 六号 两个 好 根据规则呢 可以按照我的想法 来选择发言的顺序 你们两个 要不要来 贿赂一下我 六号 六号先发言吧 残忍地拒绝了我 不是 我倒是想听 好的 那你就先发言吧 四号 开始 我这里的一张牌 是 对 就是在你大家走向胜利的一张神志牌 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真挚的眼神是 对 来个色系 所以如果谁等一下会跳预言家的话 那人肯定就是个狼人 然后我趁这个机会说一下 昨天晚上我查了七号 七号他就是个 好 过 好的 有请我们的六号 好 刚刚四号说他是预言家 那巧了 我也是预言家 我昨天晚上查的是八号 对 八号是好人 怎么都是八号 怎么都是好人 对 我查了八号 八号是好人 因为他上一局是预言家 他演的就是比较好 所以我查了他 对 他是好人 然后另外我不知道 对 因为第一局 我只能这样说 对 好的 听了两位选民的发言 我相信每一位选手都有了一个答案了 接下来我数五秒钟 一起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警掌 用手势告诉我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的天啊 恭喜我们的四号获得几回 他是一直想当警长的 我一定会带大家组成胜利的 然后我选择班情会留给我旁边的同场 好 选举完警长之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 昨天第一晚平安夜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警长规定发言的顺序 从我的右边开始了 OK 好 刚刚七号为什么我立 四号 为什么我立体四号呢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他第一个说他是预言家 然后给到了七号是茶沙 但是我是有点半信半疑的 他虽然就感觉他是 他有这个底牌 他是有底气说出来这话 但是六号我感觉 他这话也有点虚 他说他查了八号 你给的八号是什么 金水还是茶沙 好人 好 金水 对 那如果给了八号金水的话 但是如果 但是六号 他说他是预言家 七号 刚刚那个四号给你的茶沙牌 他立体呢 是六号 就是说我觉得 里面肯定有一个真的预言家 和一个狼人 或者可能狼人是你六号 然后七号是他的狼头曼 然后立体六号 因为狼人不可能不上井吧 作为警长是1.5票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如果狼人不上井的话 就得处于劣势的 肯定是六 肯定是其中一个狼人上井了的 反正我更愿意相信 四号是预言家 过 好的 有请我们到二号 我这样看的话 头 我觉得展翼文 就是那个三号 他说 四号 是预言家 这个我也很相信 然后呢 那么六号 就有个可能是狼 然后呢 再分析 头六号的 有一个七号 八号和十号 七号八号 十号里面 有可能有一匹到两匹了 好的 好 有请我们的一号 一号小严家发言 就是六号 你上井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不好 叫我也是个原家 就总共只有一个原家 你用了这个也字 就特别的不好 所以说 这个是你井上说的一个 就这一个字特别呲 然后所以说 我把票投给了四号 然后七号小严家的行为吧 就很好理解 因为他是四号的茶茶 他肯定会上票给六号 然后我希望你一会儿 八号你好好发言 我不是针对你啊 就是说 因为六号给你发了金水 你投给了六号 就说明你立马就把这杯金水 给接了 然后我希望你到时候 能好好发言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就是 十号小严家 就感觉那一边 和我们这一边的 就行为就特别的不一致 我希望大家都好好聊一聊 多聊一聊 好了过了 好 开心一点 有请我们的十号 我知道你们 大多数都比较信任的是四号 我们三个投的是六号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以为我们之间 会有一两个狼人 但是我真的是个村民 我是比较相信六号说的话 他说的比较真诚 其他我还暂时是没有什么发现 下一张听听别人的意见 好的 九号 我想说的就是 我是相信四号的 我投也是投给四号 先是 刚说完竞选这个警长的时候 四号是立马就举手气势很高那种 而六号是这样举得很 就是其实很弱 对 其实很弱 说明我觉得六号七号十号是狼 好的 有请八号 其实刚才六号跑狗进水 我确实是一个村民 但是村民 你们应该想想得到村民 肯定不是普通村民 但是你想一下 普通狼人如果他第一个 我想的话 当然我不确定四号到底是不是预言家 当然我还是投给六号 因为假如说普通一个狼人的话 他第一个跳预言家的话 别人肯定会相信第一个 而不相信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更加有说服力 因为他们想 如果狼人的话肯定挑第一个 他们肯定会相信 这个人是个预言家 但是我不确定 但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反正我是听了那个六号的精水的 所以我刚才那票是投给六号 过 好 七号 七号玩家这一轮在六号牌的边 就是大家可能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看得很清楚 我一张平民牌呢 收到了一个茶沙 我是背着一个茶沙 这两个字的 对吧 在我的视野里面 他是真预言家 这个是假的预言家 很简单 那今天的话 全票出这张四号牌 好人看不清楚视野的呢 就是听我说一下 就是不要把我的发言 全部遗忘掉 好不好 因为我这里真的是一张平民牌 如果我今天被出了 他们晚上把这个预言家杀掉 对不对 然后他起来 他再随便说一些有的没的 或者他自爆 找到了神明 其他的神明 直接刀掉 三匹狼在厂商 基本上他们就特别好赢了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只有四号一匹狼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就是四号牌为什么是一张狼人牌 汉跳预言家呢 因为在我们游戏竞选警长之前 我们上帝他会选择发言顺序 那四号牌的发言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重复一遍 四号牌是这么说的 四号牌说 让六号牌先说吧 我想先听一下 就是他是一个准备起来模仿预言家的一个汉跳的启示 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所以他想让六号先发言 但是上帝给了他一个 就是一个开玩笑 让他先发言了 他表示 就是他自己显得很紧张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发言 所以他前半段的发言 他是这么说的 说我这里是一个能带大家赢的一个神牌 然后后面才说 那我说一下吧 我昨天晚上查的是七号牌 他是一个这个 对吧 这是他的发言 所以你们看得不清楚 但是我能记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个汉跳狼 他所有做的方式 都是在模仿预言家的发言 而六号牌的发言就很简单 他验了谁 谁是一张好人牌 他就直接说出来了 对不对 这就从你们好人事业出发 我就跟你们说这一些 那我不用从这些小的基本点来出发 因为我接了一张假的查杀 我这里是一张平民牌 所以我可以直接就知道 六号牌就是一张预言家牌 由其他的神尝好 好不好 其他神一定要尝好 今天出这张四号牌 一定要听我的发言 我真的没有在骗你 我就是一张平民牌 麻烦听六号预言家的验人 好不好 六号预言家 你今天晚上验一下 就是那一边的牌 因为那一边的大部分 都是投给四号牌的 并且你可以从二号三号里面验 比如说你验二号牌吧 我给你留一下吧 你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为什么呢 因为二号牌 是在模仿三号牌的发言 它有一点滑水的一些嫌疑 所以它可能做成一张狼人牌 它要是好人的话 你明天告诉我们 如果你没死的话 它要是狼人的话 你也明天告诉我们 好不好 先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我今天铁站面六号牌 出这张四号牌 我真的是一个好人牌 过了 好 邀请我们的六号玩家 这样 刚刚就是投票 就是你们都认定 是我是那个狼人是吧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真的是预言家 假如你们这一轮把我投了 那估计好人就有点困难 假如你们现在不能确定 可以你们就是 第一轮全吃票 对吧 我今天可以查四号 或者查二号 对吧 听那个七号发言 七号上次发言 就这样 好的 接下来有请五号玩家 我虽然只是一个平民 但是我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这三个狼是哪三个狼 基本上我 据我观察的话 应该就是六七吧 怎么说呢 首先 八号玩家那个脸色 都已经要 那个滴出水来了 而且他之前投票的时候 就是先考虑了一下 然后他觉得看了一下六号 那个玩家的眼神 那我就投六号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可能 就是力挺六号 然后还有七号 也力挺六号的话 那六号如果是个 假的预言家 然后这两个 就肯定是他的狼同伴 然后这三个 肯定是一伙的狼 这样子 过 好的 接下来 有请我们警长发言 我想给他说一下 我最开心呢 上两个人竞选警长呢 我想六号发言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预言家 所以我想看一下 他肯定 我想看一下 另一个是怎么发言的 他一上来就说他预言家 他肯定就是假的 今天你对应七八号 然后我确定 然后这一局的话 最好先把七号和六号票 走一个 所以我的意见是 先把七号给票走 不然的话 今晚上我可能会死掉 所以好像女巫也没有解药了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确定的 就是六七肯定是个狼人 两个是狼人 所以这一局肯定要票走一个 然后女巫再晚上独走一个 然后还剩一个狼人的话 就很好 有时就很好赢 对 对 其实这局还蛮简单的 哈哈哈哈 只有我在肯定是这样 我有话说啊 虽然第一夜啊 晚上呢是一个平安夜 但是白天可能战火 我觉得就有一点点 我相信正在看我们直播的你呢 也感觉非常非常的着急 想帮忙又帮不上忙的感觉 所以说现在我帮你们 谋一个福利 现在我会请我们的导播给他们 每个人会有一个特写 要求是你们把小礼物刷起来 哈哈哈哈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把你们心目中的 那个狼人人选来告诉给我了 五秒钟的时间考虑清楚 然后一起告诉我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OK 其实我已经肯定 做三个 我们七号玩家先把你的灯灭掉 这个 七号玩家有点委屈 七号玩家有点委屈 就是 这一把的话 没关系 我是一个平民种人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屎呢 来让大家 就是回心转意啊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就是一个屏幕 跟你们分析了很多 跟你们讲道理 可是你们还是把我给投了 对吧 没关系 我们预言家还在场 那边一个汉跳狼 然后投我票的人呢 有这个 一 二 三 五 对吧 然后五号牌呢 是铁战编四号牌的 打我们六 七 八 三个人 是三匹狼 那你告诉我 八号牌是六号牌的精髓 在这个板子里面呢 就是狼是特别少的 对吧 他敢给自己的狼队友 发一个精髓 真的是冒了特别特别大的风险 其次呢 八号牌是弃票的 他没有投那张四号牌 就是 我信他是预言家 很简单 因为那边给我个茶杀 所以你可能 不知道哪个是真预言家 所以我跟你讲 因为我认你是好的 因为你是我们预言家 发的精髓 就算你不用怕他们 他们怎么打你是 他们的事情 你的底牌就是一个好人牌 不要向他们低头 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不用害怕他们 勇敢地举出你那一票 四号牌就是一个狼人牌 对吧 还有十号牌呢 是在我们边的 那十号小玩家 我先不管你是不是盗勾狼 就是我不管你是不是一张狼人牌 反正你是站我们这一边的 就是我这里是一个好人 这里是一个预言家 对吧 我觉得你是能看清楚的 那我觉得这一边的话 一共就只有十号牌 一张牌跟六号牌 跟我七号牌 是在一起的 好不好 就很可惜出局了 但是我希望 还能赢 因为我只是一个平民牌 还没有那么的影响 到其他的局势 好不好 然后你今天晚上的话 可以验一下 就验一下那张二号牌 就可以了 然后你不死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信息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可能追到会的时间 没那么长 可是你看一下 八号牌的脸色 都不杀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页 游戏的继续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攻击的对象 狼人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你可以验人了 昨晚 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你要使用 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先 跳 昨晚 非常遗憾 我们的六号玩家 离开游戏 灭掉你胸前的灯 咋的玩自刀啊 我有我的号路啊 我就这样说 就是我真的是 预言家 对 你们上一局 就是不相信我 是你们的 对 然后我上一局 我查的是二号 他是个好人 有可能我这样想 上 就是这 上一个晚上 让人 因为他说 就是我说 我是预言家 然后他就是 比较害怕 所以把我刀掉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另外就是 我想女巫 先不要跳出来 女巫跳出来的话 就是好人肯定输 答应完毕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的警长 可以选择 规定我们的 发言顺序 从左边 右边 右边 右边开始 好 从我们死者的 右边开始 首先六号说 八十倍刀掉的 其实 等一下 有死者右边 有死者 右边 右边 对 对 五号 那个如果我要是 那个六号玩家的话 他就是怎么呢 会肯定会 让自己剩下的一个同伴 来杀死自己 让别人就是 他相当于这个做法 相当于就是保了八号吧 就保了八号 然后就这样八号 就是可以 站好人这一边 然后就 就可以这个暗中干掉 但是 对 不好意思 你这个发言真的 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对 发言完毕 过 其实本支游戏 已经结束了 昨天晚上我是查了八号 八号就是一个狼人 所以这一局投他的话 游戏已经赢了 过了 那就听警长的 今天跳吧 然后六号 我想回一下你那个说法 首先你说你是医院家 然后被狼刀死的 首先我 以前玩狼的时候 我以前玩狼的时候 也是喜欢这么玩 就把自己说成医院家 然后第二个晚上 让狼们把我弄死 弄死之后 就我是真的医院家了 然后他们就会信我 把精髓 就特别 就特别信我的 那个精髓那个人 所以说 你这个套路 我已经见惯了 所以说在我这儿没用 过 下一位 现在就一匹狼了 就是8号 要是 所以今天 一定要票8号 要是有人不信的话 反正女巫 可以把8号给毒死 好的 一号 一号小玩家 这一轮思路是这样的 前面就是 咱们先别着急 其实这一轮 好人很好赢 如果说四号是一个 真的院家 好人是不是很好赢 但是上一轮 六号毕竟倒在夜里了 我想尊重一下死者 就是已经没有解药 而且很有可能 他七号狼队友 已经倒的情况下 他上一轮再自刀 就已经完全没有 任何的收益了 所以说这一轮 我是怎么想的 我希望的是 我们先把 就是4号警长 给他杀了 因为就算 他是一个真的冤家 我们也很好赢 你先听我的一个逻辑 就对不对 就那块可能是 两匹已经走的狼了 对不对 场面上 如果说你认识到 是一个真的冤家 场面上是不是顶多 剩一匹狼 我们好人 是不是很好赢 但是如果说 就是6号是一个 真的冤家 我刚才不跟你分析了吗 他上一轮再自刀 就也没有解药了 就没有收益了 而且场上只剩 他一个狼队友了 所以说我建议 这一轮我们先把 就是4号警长给杀了 不是说你不是真的冤家 但是就是把你杀了 我要打平衡 就好人很好赢的 但是我不希望就是 我们如果是 万一是从头摸到黑 就不好了 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我希望这一轮 然后我说一下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那一圈下来 所有都是任民的 就场上除了4号和6号 就肯定有一狼一冤家 就现在全场 没有另外两个神 然后过了 好 我们的10号玩家 我是否定1号玩家的说法 我现在反应过来 4号不是狼人 狼人是另有其人 场上的狼人 我觉得应该已经死掉两个了 6号是狼人 7号是狼人 现在我觉得这一天 咱们把8号给票掉 4号不要票他 把8号票掉 好 9号玩家 我还是挺4号 相信4号 因为他查了8号是查杀牌 所以先把8给票 然后还有1号说 说的就是5号 他说是村民 然后7号说他是村民 他也说他是村民 我也是个村民 他们这还用说吗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村民 发言完毕 过 好 接下来我们场上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8号你的发言尤为重要了 请开始 你们有没有想过 现在场上 可能不只是剩下一只狼 他们三个当中 可能有4号跟5号 两个人在这对挑 然后挑我们7 7 8 6 3个平民 然后来杀 杀我们三个平民 现在杀到最后 反正我就是 最后终于就一个平民 他们两个在这 笑傻 不要不要 不要干扰他们 OK 一个是伟 真的冤家到现在没有死 但是 为什么他一个跳的冤家 他就死了 你们相信他是个冤家 不是他5号 他一直在这 怼我们 然后他们两个人 还要加 他们把他们 4号跟5号 把3号节奏带好了 就把1 2 19 节奏全部带到我头上来了 可以 所以你们这就可以投我 但是如果游戏 还在继续的话 那你们就随便找人吧 现在我们的游戏 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分水岭了 接下来5秒钟的考虑时间 到底谁是狼人呢 5 4 3 2 1 游戏结束吧 8号 8号 请你灭掉你胸前的灯 然后我要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游戏结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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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声 等一下我有话说 没有错 没有错 林默 我刚刚真的是难得看到你小那种真挚的眼神投向我这边 你刚刚什么感受 我厉害哦 我好绝望 你这种感情吗 就是感觉这一刻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你 除了他们两个在你躺的地上 我好委屈你知道吗 前面说我家8号是狼人 我就把我在那怎么会吃 我就说 第一个开始我就知道 他就给我泡个鸡水 我就我就是个狼人了 我会吃 他就开服 不是 我一开始 他们都说话都一碰 那一拖 黑 尊重一下我好吗 好 好的 好的 我们狼人阵营里面有一个伪装预言家的 是谁 你跟上我来伪装预言家呀 我就可以直接就演得跟他 他其实很才撞一下 等一下谁伪装了预言家 然后你是什么感受 为什么会想到这招 因为因为第一个狼人肯定要跳预言家 不能跳女巫啊 就是女巫是 女巫是很少出来的 所以第一轮肯定要跳预言家 不跳的话 就是狼人有点吃亏 好 好的 我竟然无法反驳 然后刚刚我看到一号玩家 你差一点把方向 不是 我就是为了帮他们一下 就是我说一下 你六号你上车 我不给你找到一个吗 还有你警察你就踩死他 你就不要想着在验子了 如果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 真的预言家玩儿嘛 你不可能再去验 就是你那也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逻辑上的 就把自己撩蹦 其实也是有学习的过程了 我们的七号 感觉怎么样 感觉被称队了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想哭吗 有应该验我的这个 没办法 因为大家觉得验我是个茶沙 那可能就行 而且其次狼队的套路 打得是蛮好的 制刀对吧 因为女巫是有视野的 女巫知道第一天是4号死了 然后没有解药了 所以女巫可以去评判 所以是没有毛病的 只是说八号玩家 在最后的时候聊爆了 因为八号玩家说 六七八三个都是平民 真预言家没出来 就是预言家就只有这两个 所以你只能认她 是真预言家走的 所以可能比较亏着你 OK 首先请我们那个欢乐的道具小哥 把我们的身份排说上去 然后呢 猎人是谁啊 天大开好抢镜 猎人是谁啊刚才 猎人是谁 一号 一号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二号玩家 虽然年纪应该是最小的 然后他的直觉都会很准 你们发现没有 我发现十号小玩家 特别的就厉害 对他们的第六感 真的是超强的 我发现他们到现在为止 没来过狼人会 这人家觉得为什么 是这样 我想采访一下 首先采访一下二号 你觉得下一局 谁会是狼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会是狼人 搞事情了 搞事情了 那十号玩家 你觉得 你觉得谁会是拿到狼人牌 狼人牌的话是 我觉得会是 我觉得会是 一 二 三 三个 不不不 应该是三四五 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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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无锅躺上了 因为你想要 这一排这样 为什么你才能把我排进了 狼人这个坑里面 我们浩浩真的很呆萌 确定一下了 最后确定一下 看你这个第六感 到底准不准 我要给我了 谢谢 三四五吧 好 三四五 我们四目以待好不好 我们的道具小哥 现在又到了你舞蹈的时间了 我们要不要掌声 有请他 掌声 掌声 不是一个 对了 惩罚 哇 吓血了 不是 你们 我觉得五号和三号你们提醒我 我差一点忘了他没有惩罚 对 我觉得八号拿到预言家和拿到狼的状态 就是特别的明显 特别明显 对 感觉都写脸了 不要紧张 对 八号 三号是演技派的 对 他们在 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犀利的演奏 很凶 这犀利不是痴呆好吗 好 这个是帅的吧 帅的了 好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我的天 又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他从我这边走过还说一些谢谢 我为什么用我这个 OK 怎么样 三秒钟的时间我们的所有玩家可以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以及来观察一下你的队友他们有哪些小动作 好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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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此之前呢 也别忘了上一局我们牺牲的战友们把你们的台灯给复原咯 两个 我要两个猫 复活了 我可能第一个就被倒露了 我这气氛好不容易跟到这里 你又让我破功 好 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都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好 这一局同样呢是一个 御远家加油哦 哈哈哈 加油加油 不要闹 我情绪很难控制好不好 好 等一下 哈哈哈 我们的法官有一点 法官笑点有点低可能会得了 哈哈哈 哈哈 哎呦 啊 啊 好 游戏继续 天黑 闭闭眼 哦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昨晚你验的人是 闭眼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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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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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闭眼 天 亮 啊 灭火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入这个警长竞选的环节 首先 要竞选的请举手示意告诉我们 四号 三号 五号 以及我们的六号 OK 现在从 笑一个 五号开始 我吗 等一下我这是笑一个 笑一个 等一下 我必须把我身边的这个可能还没有吃药的人先搞定 从你开始发言 OK 其实我就是一个预言家 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跳的 但是昨天晚上第一晚 我验了一号有惊喜 他是个狼人 不 如果还有 还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 还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 那么你就是一号的同伴 也是一个狼人 我就把话撂在这了 天哪 第一局发言就这么激烈 有请我们的三号 三号呢就是老百姓一个 一觉是要天亮都不会醒的 睡眠背儿棒的那种 就是呢 这一把呢 我拿的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就想发一下 他首先五号 他说他是预言家 给了一号 他是给了一个叉叉牌 如果看六号怎么说 如果六号说他也是个预言家的话 就看他的发言 过 我退选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身边的 对 对 我真的是预言家 真的 你们这样想 我上一局是狼人 这一局肯定不可能是狼人 万一呢 对不对 没有万一 你们就说相不相信我 我昨天验的是三号 他是好人 因为除狼人有万一的 他发言 因为我发言 肃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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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发言 对 你就说我 你是不是好人 我是好人 对 那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们要相信我 好 是吧 OK 翻译完毕 但是只有20%我相信 但是除了狼人以外 其实不投我也可以 就是可以投三号 可以推他上警 只要是好人就行 拉就出来了 不能拉狼人 好 接下来的时间 同样我们没有上警的各位 就有一个考虑的时间了 想推举谁当警长呢 五秒钟 五秒钟的时间考虑 我推谁了 5 4 3 2 1 恭喜我们的6号玩家 谢谢 谢谢 有什么想说的 就这样吧 其实我真的是预言家 对 刚刚5号跳预言家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狼人 有可能他是闷了1号 他说随便说 他有可能把1号陷害成坏人 就是陷害成狼人 对 我是这个逻辑 这个获奖宣言有点短 好 接下来我要告诉我们场上所有的玩家 昨天晚上呢是平安夜 谢谢 接下来警长确定发言顺序 呃 从右 好 孙一哈 那我这里就有话说了啊 首先 刚才我看见1号投票 说的是6号 那你跟他是不是就是一伙的呢 是 嗯 那你们两个很有可能就是狼人 好 4号玩家 我感觉有点猛 啊 我感觉可能 想不出来什么 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伙的 所以 但是我投的是6号 所以我暂时还是相信6号吧 感觉芳芳在我们摄影棚里 又失去了方向 哈哈 好 3号 首先这里我要反驳一下6号的观点 他说我是好人牌 对我是好人牌 但是我先说了 我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就是个老百姓同意 一下睡到天亮那里 总睡眠被儿棒 然后呢就是 然后你就 然后听到我说这句话 好你马上递给我一下 金水票 我搞不懂你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现在信的是5号 反正1号 然后在刚刚投金项的时候 投给了6号 反正我觉得这一把 就把6号给出出去 虽然还是紧张 但是我还是信5号的 首先 我主要是主要是因为那一点 我一说我是平民 还马上又把金水递了过来 我不懂什么意思 过 好的 2号 危险啊 我感觉这句话 有可能会输 你这个鞋45度的视角 真的很可爱 说完了吗 我比较相信6号 你快来预言一下哪个是狼人 就投谁了 对 他是狼人 好吧我们就投也好 好 那1号你的发言 就真的是非常重要了 我们来听一下 首先我说一下 因为我在看清我自己 底牌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把真的预言家 肯定是6号 因为5号给我发了一个茶茶 它必然是一匹狼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我还找出来了一匹狼 那就是你2号 你2号前后逻辑特别的矛盾 我如果是狼的话 那你就说你相信6号 你的左右的逻辑 就是特别的尴尬 就你把你自己 就摆在了一个公共狼坑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3号的发言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 就肯定是个好人 就特别的正气 而且他分析的特别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相信6号 然后7号吧 我觉得像一张老百姓牌 因为他拿下来面具的时候 就感觉 确实是晚上没睁过眼 就那个感觉 那个状态 上一张百姓牌 然后别的就是从 我刚才说的我都说了 就5 6 3 2 就我先 4号我觉得就是 有点滑水给我的感觉 然后我这 我再看清自己底牌 就这一轮 我肯定是无脑站边6号的 就是初五 就这么简单做 好的 10号玩家 2号他是一个好人 你1号是把狼人这张牌 推到2号身上的 实际上你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你是投 你投了6号 跟我们大家差不多 是因为你想 你想投6号 让我们以为 实际上你是个好人 5号也是个狼 我看清楚一切 5号是个狼 他跟6号竞争说的是预言家 但是我认为 6号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预言家 他说的都是正确的 当初在5号 说他是预言家的时候 4号露出了一丝眼神 而且笑容特别诡异 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我的认为是 1号 4号 5号 他们三位是狼人 其他人是好人 好 9号玩家 我是相信5号的 5号是挺他的 我相信1号是狼人 他刚才说的那么多 说预言家 预言家给了他一个茶茶牌 他泛泛拉牌说 说他不是狼人 这个套路上次我记得已经用过了 所以很明确你就是狼人 好 我先发牙 我觉得这一场的狼人应该是1 3 6 怎么说呢 他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玩的好的套路 首先5号给1号发茶沙牌 好 进入天黑环节 天黑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寓言家请睁眼 寓言家请宴人 昨夜你宴的人是 寓言家请闭眼 寓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请睁眼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死亡没有遗言 同时呢我们的7号玩家也离开了游戏 请两位先灭掉灯 好 请7号玩家发表遗言 没关系 这把应该是赢了 然后你昨天晚上验的谁 你待会告诉大家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张寓言家牌 然后3号牌呢是第一天的饮水牌 你第一天死了 我把你救起来的 然后5号牌是我读的 5号牌是我读的 就这么简单 我这里是女巫 女巫站边6号牌 女巫站边6号牌 8号牌你的状态是一个好人牌 麻烦你不要打1 3 6是狼了好不好 这个板子明显是狼采狼的板子 因为5号牌做的戏太足了 就是他从第一天睁眼之后 就一直很嗨的一种状态 对吧 他做的戏做的太足了 你反而更像一张狼人牌 其次6号牌给3号牌发精水 3号牌那个行为 反而做好了6号牌的身份 就你起来反水 就你觉得6号牌 不像一个预言家牌 反而做好了他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你是我的饮水 好不好 你听我一句话 是我救了你 麻烦你在6号牌的边 然后如果你验了好人的话 就外之未推 好不好 因为你昨天没有留一下你的警徽 你要验谁 还好你没死 然后验人推人 验人推人就好了 猎人藏好 女巫走了 我把5号读了 过 没有声音 你没有遗言了 喂 你没有遗言 你没有遗言 你会堵死的 你会堵死的 对你没有遗言 应该我也没有遗言 第二天开始都没有 以后 4号玩家 我感觉目前这个形势 可能狼人可能在2号 这边的话可能是2号 有点可疑 然后感觉8号之一也有点像 什么8号 什么8号 9号 不要损坏我们的道具好吗 9号跟2号是我目前的 因为我只是个 没有什么寄来这一句 所以就过吧 好的 3号玩家 好 那个刚刚说了 我3号玩家 我是7号玩家的一个饮水 所以说我还是信他的 我这次我上6号别人 然后 4号开始就是 先跟我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觉得2号和9号 是狼人物 这又特别荒唐 为什么 这游戏是靠一个逻辑思维的 你推理了你的 你说你觉得 我觉得你倒是像个狼人 然后有人在把自己的身份 往外面推 就推给别人 然后保自己的地位 所以说 我现在有点怀疑你 4号 而且之前发言里面 你基本上都在划水 我有点怀疑你 我 2号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4号 你为什么怀疑5号 9号是狼人 而且你有证据吗 然后呢 然后我就怀疑 4号就可能是狼人 然后呢 我建议6号预言家 今天晚上可以咽下4号 是不是狼人 嗯 好的 我再帮你问一句 你 说别人是坏人 你良心不会痛吗 我猜 好了 10号 呃 我认为5号是狼人 还有4号也是狼人 5号绝对是子刀 他绝对是子刀 4号 他 我同意3号的看法 他4号 他说的特别荒唐 2号 和9号 他们是狼人 你有证据吗 2号 他就是 思维 比较混乱 就因为这一点 你就说他是狼人 你觉得合理吗 然后9号 这局游戏开始 他一直都 基本上没太多说话 特别乖 你觉得他是狼人吗 我觉得就是你 1号已经自爆了是吧 所以 剩下的一个狼人就是你 现在只剩下一个狼人 就是4号 这局把他票了我们就赢了 OK 如果没票 乖宝 乖宝 4号就是狼 我就是个平民 你为什么要说我是狼人 你有什么依据可以说 你每次在发言的时候 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的 而你自己却 你自己却 你自己却一点想说都没有 所以4号肯定是狼人错 8号 我最开始我被孙一航带走了 其实最开始我是相信他的 他是个狼人 但是后来我听了 就是几号的 7号 7号发言之后呢 我就觉得5号好像是有点自爆 而且1号他自爆有点 嫌疑的是他是想保住6号和5号发言 但是5号死了 但听他们说自爆的话 他5号肯定就是狼人 1号和5 1号和5号就是狼人 你们都说4号了 那我也说4号吧 现在后脑子有点糊涂了 我看出来了 自己8号前一个是几号还是决定 好了6号 就是我想说一下我的思路 就是我的思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 因为1号刚刚推我是选警长 然后我一开始是没有怀疑他 但是他自爆了 所以他是狼人 但是他刚刚推我 但是他刚刚推我 但是没有去选5号 我觉得5号也是狼人 所以现在场上还有一个狼人 一个狼人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嫌疑应该是4号 假如不是4号 我们这一轮先投4号 假如不是4号的话 我们就投9号 你先验一下 我第一轮验的是3号 我第一轮验的是3号 他是好人 然后第二轮验的是5号 他是狼人 就这样 然后我现在能确定8号是好人 所以8号已经把1号说奔了 所以我们这一轮先投4号 假如有些还没结束 我们再投9号 你先 你晚上先验一个人 先验我 拜托 这是发言不是讨论吗 好吗 然后我今天晚上验2号或者验9号 没有今天晚上了 4号就是狼人 他不是我给你们磕头 请你们尊重一下 我这里还有一个人 11个人 OK 然后 好了 我想留个景色 对 假如是我传给3号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把你们心目中的那个狼人人血 考虑5秒之后 告诉我不用这么激动 倒数5秒 5 4 3 2 1 4号玩家 请你灭掉你的灯 然后我要告诉你们 游戏 即 结束 我们的心力过去 谢谢大家 这样啊 对对 心力 是这样 那免得我们聊着聊着 我又忘了 首先我们让这三匹狼先进入一下惩罚好不好 好 麻烦说一次 好了 好了 我一直想问一下我旁边的5号 你刚刚是怎么想的你那个战术 就先入为主啊 就是先说的比较有底气 真言说下话 然后大家都会信你了 然后呢 你最 你的兄弟 8号 我最相信你 对啊 感谢你 你相信了 我也说 太 不是他演的太烂了 你看这哪个字 你心不会痛吗 你看 你心不会痛吗 好 我再想问一下 10号和2号 你们发现没有 他每次 从我们 这一期节目一开始 他们 选的人 都是很准的人 10号 他一轮就帮我们 超厉害的 我那是 10号第一轮做裸点三郎了 我觉得 他们两个就是我们游戏中的那种 御人家 10号你的面具是不是有个孔啊 来来我看看 什么看到我们了 可以检查的 别人说 你检查 你检查 大家又不是说了什么样子 穿了个袋子 然后我觉得 我们这一局游戏 真的是奇乐怪了 大家的刀和推都很准很准 不是 其实我到我那个位置 我就已经知道7号 肯定是女巫了 就前面这一轮发言下来 就是 就听他们的发言 就能知道 就上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就等8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知道7肯定是女巫 但我不知道8是猎人 就是 但怎么说呢 就我们这边配合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 我们这边配合还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 本来我是想那个 我要个狼狼 就是让你那个反驳我 然后 我肯定得反驳 对 然后他们信你 然后 就是他们把我杀了 然后你就可以站 站真的愿家拉扁 然后就悄悄地一个一个干掉 然后你突然自爆 我就有点蒙鸡了 好了 你5号是真的是史上这个装 预言家装的最像的一皮狼 但你骗了两个人 对啊 两个人 不是 等他们全部说完的时候剩我一个 不是 等他们全部说完的时候剩我一个 不是 找10号太刚了你知道吗 就我刚说完 10号太刚了 对 我觉得我的逻辑也没问题你知道吧 6号肯定你也相信我是个好人 对不对 走到10号里面 你1号必死 4号我 2个同伴都离开游戏 对 对 对啊 两个同伴相继离开游戏 他们不是我 成为大家的靶子的方方 你有什么感受呢 对啊 我当时非常 打腿啊 这个游戏为什么 我当时当我发言的时候 我都好上场 我 狼人这还必须得一发 你其实你可以就是 当时我说2号跟9号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的 当时我 我当时以无伦次的 然后这边我抓住了 好 贤英文 我要给你透露一个讯息 第一局的时候狼人刀的是你 你被救了 因为刚刚我们的气氛 都非常祥和 对不对 我就要来给你们搞点事情啊 我们的女巫是8 7号 她为了救你 考虑了很久很久 你要不要质问她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 因为我要考虑 会不会你是一个制刀狼 但是我想了一下 应该 大家可能打得 会比较简单一点 可能就是只是 刀狼人之外的人 所以我就把你救了 然后第二天 就把5号给毒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牌 然后6号牌给你发金水的状态 会比5号给1号发查杀好很多很多 所以我认你们两一定是好人 然后你是真预言家就独了 但是你以后不要去验那个 对跳的预言家 他跟你对跳 他就一定是狼人 我说过一次 对 他就一定是狼人 因为平民不会跟你抢警徽 平民 你试想 你要是一张平民牌 你会去抢警徽吗 对吧 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浪费了一个页人 好了 感谢我们小狗老师大讲堂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有说过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呢 会评选出一个游戏王 对不对 平民获胜即1分 狼人获胜即2分 那么整个一季会评选出 这一季的游戏王 接下来我将要宣布我们 本期的游戏王 你们觉得会是谁 应该不是我吧 应该是我吧 我觉得 我对面的 1 2 应该是2和10 我觉得10号吧 2和10呢 对 2和10 他们基本上就是每次都特别 每次都赢了都 对 他们每次都赢了都 好 那我们就来 先揭晓一个吧 2号是我们的本期的游戏王 还有一个你们刚刚都猜错了 林沫 不是 我死了一次 6号 5号 不可能错 我才得意 好了 1号 我来告诉大家 2号和8号 现在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游戏王 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 是我吗 是我吗 你猜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猜一下 是吗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游戏王 我脑子是很聪明 这点我是承认的 你脑子很聪明 我也承认啊 敢不敢走上来 回到座位上 2号 10号 掌声欢迎两位 来来来 两位小朋友 到我们舞台的正中央 非常帅 从2号开始 要不要给大家来说一点什么 我 对 站到我们舞台最中心了 我 不需要说什么 不需要说什么 就是已经蒙了对吗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得到以后希望的 对 要是这样 我今天得到这个奖项 我要感谢 我感谢所有人 没有跟我狼人这个身份牌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 玩狼人肯定就会出 对 这个是我为什么得到这个牌的原因 我觉得是我这个人运气好 虽然我全身都在神游 不是 你相信那个 你确定那个哥哥 就是能够代表你发言吗 对 其实 他说不能代表他发言 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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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首先是恭喜你 那10号小朋友有什么想说的 首先 我要感谢大家 第二我要感谢我的第六感 才能让我 得到今天的游戏王 谢谢大家 好尴尬 第六感 不是 我想问一个换句 为什么我这次杀技出了拼命 什么都没当过 可能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吧 就跟你每一局都猜对了一样 你觉得呢 好吧 好吧 打平了 回头做一下 来 其实我想说 当我拿到 狼人这张牌的时候 我的心中 当时就在想 活着就好 我拿到狼人这张牌的时候 我想的是 你好 当然就是 算了别玩了 我自爆吧 不是 我拿到狼人这张牌还是 OK 活着就好 好啦 你们刚刚 这么热烈的讨论 其实我想跟我们的现场导演 来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给一个手势给我了 就是 我们游戏王出来了 是不是没有得到游戏王的人 是要接受惩罚的 你是不是太多分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麻烦所有人说个三个一 对呀 一四五 刚刚我们上一局也惩罚了 所以说 刚刚导演跟我说 他的恶趣味告诉我 是这个 那你们接受惩罚吧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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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好了 大家来到了人间险境 这街空 这大海 那 是我们的家 林茉莉疯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狼人Triple Q的这个节目呢 就在非常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 就结束了 那 要提醒各位的呢 如果就是喜欢我们的直播呢 要点击我们 关注我们 然后多送小礼物 那么下周五 我们八点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我要点灯 老师 到 ал 他呀 快点う drove我 你真的要p Angels 你嘛 我